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9月4日下午,2023年乒乓球亚锦赛男团半决赛中,中日国家队展开对决,国拼以绝对优势3比0大胜日本队,王储钦,樊振东和马龙分别战胜张本志和小种大灯和护上损斧。 张本志和此前豪言要冲击三枚金牌,但开打第一场就以惨败告终。 接下来国拼女团将与日本争夺决赛资格,期待中国队的精彩表现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